秦始皇 司馬遷 孫中山 宋美玲 哥倫布 納波倫 愛迪生 希特拉 一個個熟悉的名字 一段段驚心動魄的歷史 古今風雲人物 主持 麥敬生 曾卓妍 和你細數古今中外 全奇人物的風雲時跡 古今風雲人物之 科爾 二戰下的德國 科爾生於1930年 整個兒童和少年時期 都活在納水的勢力之下 家常父親是公務員 他的家世和背景 容易令人猜測 他多多少少和納水黨有關係 但事實上 我們至少沒有找到任何證據 指出他和他的家庭 跟納水黨有關 1945年之後 西德進行了長時期的 去納水化的措施 科爾的家庭都沒有牽涉在內 納水的背景 在西德和統一德國政黨 都是政敵互相攻擊的口實 科爾並沒有深陷其中 顯見他的人生的最初十五年 並未調進這個泥沼之中 1984年1月25日 他以總理的身份到訪耶路撒冷 公開演織的時候就是這樣說的 首先我在這裡特別想說清楚的是 我是希特拉之後一代人之中 產生的第一位聯邦總理 戰爭時期我是個孩子 我在一個反納水的家庭之中 經歷了納水時代 對於納水的所作所為 我心知肚明 相反 他從任職稅務局的父親裡 學會了盡責 緊守崗位的風範 亦都在信天主教的母親裡 學會了恭敬和守護傳統 相對起不少飽受經濟衰退打擊的德國人 科爾一家的經濟條件尚可 但是他亦知道要接見謹慎 這些價值觀 亦都顯現在數十年之後 他的治國方式之上 古今風運日物又和大家見 我是曾卓宜 我是麥敬先生 大家好 我們繼續討論科爾的傳奇故事 最初應該是由他童年說的 是 他出生時剛好扎著一條戒 即是1930年 意思是說什麼呢 很多事情都在30年代的時候開始 其一也看到當時的威馬共和 我們說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帝制就叫速樂 在德國來說 代之而起的 是一個不容易之下達成的威馬共和 為了內地疫情的威馬共和 可以說是德國歷史上第一個共和政權 是不容易的 因為當時來看大家的心理上 既不接受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 亦都很難接受 突然間一個帝制的政權 就走向全民普選的一個共和政權 大家是要適應的 但走到20年代末期的時候 很多問題都出現 大家都熟悉的 29年就是經濟大衰退 那個short wave 我們所說的那個震流 就不是說29年馬上出現的 你彈到這個西欧國家的時候 就需要一些時間 30年代的時候 就正正是進入了德國 曾幾何時在這個威馬共和的時候 有些假象是一個很富裕 很先進的一個時代 但是那時經濟差的時候 很快那些敗仗就出現了 亦都我們馬上看到 就是在這個20年初期 蠢蠢躍動的希特拉 和他的納粹政黨 就並不得到民心 但是去到30年代 大有改變了 種種的時機之下 或者我們應該叫做不幸 在那個情況之下 正正是襯托著這個科爾的誕生 我們看到近代師這邊 很容易找到的 就是一個社會的經濟危機 直接導致很多政治上的變化會出現 即是不要說動盪 變化會出現 有些英雄或者蕭雄 有很多事都是這些時候 乘世而起 我們說30年代 如照麥瑞所講 即是一次大戰之後 留低給德國的 實際是一個綁得太緊的條約 即是基本上對德國來說 是窒息的 本來平時經濟好的時候 大家都好 但是去到30年代的時候 隨著經濟危機的出現 大家可能要找一些發洩的地方 即是大家聚在哪裏呢 即有問題的地方在哪裏呢 那這一種就很適合 即是納粹黨那種的說法 即是認為德國是 德國人優先 即是德國人是最好的民族 譬如說有些人 有些民族是有問題的 有罪的 譬如有些猶太人這些人 是有罪惡的 也都有說 譬如最初納粹初期 例如一些很鼓勵 一些經濟發展的政策 一些好像很有社會福利的想法 全民就業 實際上聽起來是很吸引 而且好像初期 真的做到一些事情出來 如果我們看回很著名的經濟學家 凱恩斯 他談論到凡爾賽和約的時候 都是非常憤怒的 即是覺得用這樣的方法 去懲處一個戰敗國 等於一隻牛 不斷地擠壓它的奶的時候 最終都是會呼血 呼血之前是怎樣呢 他是踢你一腳 一定是熱的 一定是熱的 或是任由你繼續去剝削 這個就是很關鍵的問題 當時來看 表象上 似乎一方面手掌力 一方面又在20年代 又大放貸款給當時的德國 所以我們看到威馬 文化的問題 大家阿卓然比較熟 看當時那些圖畫 即當時很多的畫派畫出來 都是一個很扭曲的社會狀況 一方面就是醉生夢死 一方面就是滿街 乞衣 或者是流離失所的路兵 種種的怪獎 如果看那個時候 建設很奇怪 因為你問他拿那麼多錢 他就拿不出來 有些人就出現了 就是金融財進就會出來 我先借給你 那借了大筆錢的時候 政府拿了錢來做甚麼呢 那時候我們看到 譬如說當時很多城市 那些現代化的面目 很令人驚訝 又會見到那時候 已經有恒溫的戶外的暖水池 可以游泳的 然後你就看到 燈紅酒綠的另一邊 我們就是很著名的 可以出去看那個電影 叫做大都會的電影 那就是那個景場 如果默瑞講到文化藝術上 就是德國的表現主義 20年代其中一個高峰 就是我們說那種 人的內心的扭曲 人的內心的孤絕的情況 在表現主義裡面 在表現都很突出的 例如Barthouse 就是一個建築風格 以及一個對於藝術 建築、紡織的影響風格的流派 在德國區域 就是豐富發展的 那這些他們認為 可以通過一個大量的建築模式 去滿足更加多人的需求 所以很多新的想法 在那時候出現 但是這些想法 是一些德國的成果 但是這些成果 都是被人收割的 是啊是啊 很清楚了 因為這些是純粹 在借貸上建立起來的消費 講起來就是 大家都要反省一下 靠借貸來消費 這件事就很危險 但是事實上 是在這樣進行的社會 借貸、消費 好了 到了某個位置的時候 就是我們所講 華爾街的黑色風暴來了 那時候銀行搞不定 要迫倉 要call loan回來 問誰call呢 就是問債仔 那債仔 或者是拿不到錢出來 但你都沒辦法再給他錢 那你的經濟一直下來 都是靠這些借貸來建立起來 突然間水喉關了 那你就知道那個景象是怎樣 一塌就塌 所以在一個環境之下 大家很賤利 手指就不會指向自己 不是自己錯 一定是你錯 當然 一定是你錯 指到沒得指的時候 我們就慣性地 找一些最沒有智慧能力的人 指向他們 就是那些邊緣的群體 是你造成的 你錯 這就是造就了這個納粹 其實這一類型的想法 在近代史裡面很多很容易 最近譬如你美國 都是指一些墨西哥人 那些人有問題 那樣 是不是真的呢 大家可以自己思考一下 但是這種指控 是很容易發生的 是是是 比較跟你講 科爾他出生的一個地方 卓然有沒有 德國玩得多不多 不多 但是我只知道 那裡都是 看一些照片都不錯 是啊 一個叫做Lewixhaven 其實周邊有些什麼重要的城市呢 一個叫做萬海武 是 是 另外一個旅遊 會去得多些 那個叫做海德堡 是 都是那一區來的 不過他叫做海港 當然就是那個經濟活力 比較強一些 對比起海德堡 那種大學城 比較優美的景色 又有少少的差異 他就在那裡出生 也度過了很長的時期 所以我們上集說到 他後來去海德堡大學 這個著名的德國學府 那裡讀歷史 拿到博少偉 都是就近入學 可以這麼說 不過就說 他家世又算是不錯 如果你看 就說他做一個 低下層公務員的一個子弟 聽他說回 就 縱使是在這個經濟衰退的時候 他日子都過得不錯 嗯 他有說 他父親 就是一些叫做 中下層的公務員 其實家裡一直都叫做 穩定的 就是野食等等都有 但是他很多的傳記都有說 就是說他都是家庭都是窮的 都是省省省住的 其實正常人都是這樣的 都沒有什麼特別 不過他都有 30年代大家都一定理解 就是他父親 其實對納粹有什麼想法呢 普遍都認為 就是他父親 對於這麼激進的政黨 是保持一個距離 就是他認為是不認同 所以30年代 已經脫離很多 跟政治相關的組織 一些團體 都是不接觸的 但是沒有辦法 隨著戰爭開始 他父親 或者他哥哥 都是當兵的 所以科爾 跟他整家人一樣 其實沒有辦法 逃避一個戰火的來臨 說到他父親 有一個解釋 就是為什麼他父親 可以保持一個頭腦這麼清醒 分開來說 我們都不要有一個很黑板的印象 就覺得當時 所有德國人都變成了狂野分子 我想人性的事情 可能面對強權的時候 會屈服 會退讓 這個都很現實 我看你唱歌 不唱就斬頭 當然唱 唱了才算 在當時來看 你永遠都是一個單獨的人 但是你們是一個群體 因為群體施以壓力的時候 真的會對抗的 永遠都是極少 極少 極少數 還有一部份的人 就選擇不出聲 有機會的時候 可以不表態就不表態 而大多數 可能都是會進行 真是 真是保住命制很重要 我們如果只是看一個 很簡單的 沒有風骨 或者無恥 將所有譴責都放在別人裡 都是脫離了少少現實 沒錯 當時來看 這是一面 另一面就是 他父親出了農民 他自己說回來 科爾後來講 有關係 因為那時 納粹黨很少宣傳很多東西 譬如說 那時為了製造全民就業 有什麼想法呢 譬如說 將那些小孩子 15歲的那些 送回去那些 莊家的地方 叫做實習 實際上 就是減輕入殼 和就業壓力 另外一些 好像女性 要求他們 早點結婚 送些裝價錢給他們 實際上是什麼呢 當他們結婚的時候 又可以從就業的表 剔除了 當你剔除了那些 一堆小孩 又剔除了一大堆女人 那些數字又漂亮很多 那麼他爸爸 因為農民出身 對於鄉間的活動是清楚 變成了 這些全部都是穩困的東西 所以對於納粹黨 很多的宣傳 他就完全心知肚明 那麼香港的處境之下 變成就是 家教有時候都是重要的 就是說 外面 一大堆這個 納粹少年團 在那裡 叫囂到兄弟兄合合的時候 回家的爸爸告訴你 只是額形而已 這些我告訴你 那麼有時候 對於這個小孩子 都不要說沒有影響 家庭教育從來都是對一個人的成長 無論他是普通人物 或者是英雄人物 或者是風雲人物 都是很關鍵的一部份 就是他父親 第一 他是公務員的體系裡面 所以他的清醒都很明白 因為他在制度裡面的人 他比其他人應該多幾分清醒和冷靜 也都不會那麼投入於這些部份 那麼第二 就是說 其實科爾對童年的冒農經驗 或者嘗試想去冒農都是正面的 就是他覺得 就是耕田都好 好過做其他事情 這個也是國一代的德國人 撲實的一面 就是你看到他的素質 其中的一面都是比較接地氣的 古今風雲人物之科爾 主持 麥敬生 曾卓妍 總總因素 就飄成了他一個 似乎很平淡的一個 就是一個青少年 如果我們說到1930年出生 他有四五年的十五年 就是我們說四五年 就是那個戰爭的結束 理論上他經歷的事情是不少的 但是現實上來說 如果他自己的複術 又真的好像很平淡 是 沒什麽提的 具體有什麽 即實質上也沒什麽提 不過可以 小小可以說的 就是他說他 其實他十五歲的時候 已經要有些所謂預備的兵 即是他已經準備 即是有一些軍訓 準備就上戰場 其實你看回當時是他十五歲而已 也都反映著一件事 就是二戰末期 其實德國沒有什麽人成績 即是他父親當著兵 他哥哥在戰爭的中後段也都死了 因為戰爭的關係 他都可能會上戰場 但是準備上戰場的時候 戰爭的終結 所以可以說他是有軍事的訓練 但是去到四五年也都捕捉到一個機會 即是說他這種都是叫做幸福 即是說他能夠避開了二戰的戰禍 這個我們看很多戰爭片 或者教育片都看到那個景象 去到差不多四四年的時候 德國本身兵源已經不足夠 那時候說十二歲的都已經看到 軍服已經不合身 都是上戰場 甚至乎那些六十幾歲 完全已經退役多年的 也都要勉強出戰 那時候就可以說 已經完全是兵媚將寡 再打就少學的了 其實沒什麽得證 那個景象 他那時候就準備服役 但是最後就派到一個臨時的看守所 後來他那個經歷 四五年之後的經歷 跟幾多的德國人都是一樣的 那麼他下一段很長的道路 回到家裡 我們以往聽過一些歷史故事 就說譬如說 在波蘭 有很多德國人 就要步行回到德國的故鄉 那為什麽呢 就是這樣 當你的國土擴大了的時候 政府有個政策 就可能說 利用一些德國人去溝探當地的人 也都說 給予你一個再發展的機會 有一個所謂我們叫做 就是再移曬的 那譬如說 好了當時波蘭 已經落入了德國手上了 或者是希臘 當時藍斯卡伊夫等等 那你將那些人就擺在那裡 好了 但現在你戰敗了 人家的政權已經重新建立了 一定是要將你驅趕 那怎麽回家呢 那就是步行 那時我自己親身都認識一個老太太 當時讀書的時候 那她當時在捷克舉家 就是步行回到德國的 那科爾那段路途 都不算太長 但是 而且主要都是在德國國土裏面走的 那她就是當時南部 穿越了奧格斯堡的一個城市 不是有隊球隊 我是她標準的擁躉 就是奧格斯堡 那穿越奧格斯堡 那如果你看回地圖 那一路向上走 走得回到故鄉 那個Louis Harvon 即是路易斯港口 那其實都不是開玩笑的 都是在說幾百公里 是 中間有些插曲的 即是說她在波蘭附近的一些位置 曾經被人捉罪了 那就說你是德國人 那當然當時仇恨相當深 那美軍當時說 那她已經做埠工三個月 那就捉了她做了三個月的埠工 那都不是很苦的 就是做一些勞工的工作 那然後才回到德國 那這些都是默瑞所說 其實是當時的德國人的一個 很普遍的一個狀況 那就是由所謂 帝國的一部分 變成了一個落難的普通人 另一個共同的經歷 就是大家都要參與那個 所謂戰後的重建 所以另一個景象 見到戰後的德國 就會見到很多婦女 因為男人死得差不多 真的死了 變成了很多重建 擔擔抬抬抬 以往是男性的工作 都是由女性去做的 很多戰後的圖畫 都看得到的 因為當時你看到 那個城市變成了廢墟的時候 你第一步做的工作 就是要清理了那些雅力 然後下一步才可以說重建 所以常見的一些照片 就是婦女在那裡清理那些雅力 就是想著那些樓 那些鋼筋塌了 就是炸了 那些徒換敗雅之下 就是碎石和爛了的鋼筋 那就是婦女在那裡把它搬走 所以是一段極為極為困難的時期 如果德國人通常將戰後這段時期 稱之為靈時 意思是甚麼呢 靈時即是說 一起 重新來過 即是真的要在平地上 重新建立 除了婦女擔當著關鍵的角色之外 其他的男人就只剩下爺和孫兒 也都影響到後來政治發展 那就是說 留得低的男人 都是一些可能六十歲開外的老人 因為當時不用當兵 又或者就好像科技那些 很年輕的十多歲 十五歲以下的小朋友 他們才有機會在戰後 做到這些關鍵的角色 而再大多科技幾年 譬如科技那個哥哥 很可能就已經在二戰的時候 就順暗 所以已經造就了德國的後來的發展 和後來的不同崗位 就有這些所謂爺酸組合的誕生 是的 另一個促成了這個世代的更替 當然就是戰後的所謂叫做去納稅化 因為當時都要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說大家都要品格檢查 當你建立一個新的聯邦德國的時候 究竟你以往有沒有這個納稅的背景 都會是一個大家很重視的問題 如果你發現你有的時候 當然盡量把你推遠一點 不要進入管治的團隊裡面 免得就是多事 所以也都一部份人被驅除 在這個情況下 為什麼從零開始呢 不單止在經濟上面 甚至乎在管理上面 突然間沒有了這麼大批人 你又從哪裡去找呢 勞工可以靠輸入 我們常常所說的 就是土耳其人 為什麼在德國成為這麼大的一個族裔呢 就是五零年代的時候 因為實際上不夠勞工 那你就要靠輸入 但是管理人才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我們俗稱所謂是上位 你也是看這個時候 所以我們如果看科爾蘭 戰後就十五歲 如果看他那個黃金歲月 或者是那個起飛階段 你很清楚了 去到十年之後 即是說他差不多大合不業的時候 正正是那時候 各樣人才都需求極大的時候 這就是他的好機會 德國開始起飛的時候 是的 情況如何呢 我們下一集再跟大家說 再見 拜拜 古今風雲日物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寶灰 那 próxima 宍慶 日子 海 聽賓 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